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约伯纪二十三章十节 信读哪 这是何等靠得住的事实 你的路不管是趋是直 是窄是宽 是崎岖是平坦 他都知道 他是全能的神 指导我们的脚步 有时向着马拉 有时向着乙灵 路不一定竞斗易行 但在出埃及黑暗的路口 神攻击以色列子民 以云柱和火柱 阿那和甘泉 炉子里燃烧着烈火 我们不仅仅能信靠那点火的人 并且我们可以断定烈火 不是用来烧毁我们 乃是用来锻炼我们 锻炼过程迟早完成之后 我们将成金金 人们认为神离我们很远的时候 他却最接近我们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诗篇一百四十二篇三节 你可知道 神比太阳最光辉的辐射 还要光明 早晨他以荣光唤醒我们 整天以慈爱和温柔的视线 照着我们 知道我们要走的道路 你明白这道理吗 世人在患难的时候 往往空洞地喊着天意一词 何谓天意 为什么放弃了活的神 放弃了有生命的耶和华 待知以空洞 无生命的所谓天意 我们如果能像约伯一样 在灾难中间只看见神的手 我们的试炼就会变得轻松了 约伯在十八人的刀剑后面 在天上降下的火后面 在旷野刮来的狂风后面 都看见神的手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纪一章二十一节 约伯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 所以他能在炉火中说 他虽杀我 我还要信靠他 约伯纪十三章十五节 执意 马克特夫 麦克达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